时刻过得真快,转眼见那个一直被张博之抱在怀里的小男孩已经上初中了,张博之更是在早晨四点钟就起床协助大儿子谢震轩准备上学的东西,被很多的春雨为好妈妈都代表。 张博之真是受惧无愧,不管走到哪里,张博之总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,尽管辛苦,可是也却是十分的美好。 这也是张博之最大的心愿,由于张博之真的是十分爱孩子的,尽管现在的张博之依然还是孤身一人,可是关于两个孩子的招量,真的是无话可说。 张博之真的事情陷了十分多的汗水,好在孩子们都现已长大成人。 在紧期,张博之更是开着好车去送到儿子谢震轩上学,开着车的价值肯定是不菲的。 谢震轩仍是一副乖乖的样子,让人感觉十分的明里听话,但是小儿子小Q又在后座等妈妈给他拍照,并开心比威。 换了门牙的小Q也是超级可爱,看来张博之的付出,终于看底解汇报了。 Snake